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現在在幹什麼呢 我來收集這些果實 薑果 那前陣子我發現了第三種果實 那其實上一集我就已經開始在吃了 那有三種這種薑果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合成為一碗 豐盛的水果大餐 就是任意三種 因為好像不只有三種 可能有四種還有五種 你只要有收集到不同的三種薑果 加上一個木碗 你就可以合成為這個豐盛的水果大餐 然後呢 相較於普通薑果可以補比較多一點點 但也不是說太多啦 可以補兩格的飽食度 那同樣的也就是 你雖然飽食度看起來是滿的 可是你還是可以繼續吃 把隱藏的飽食度給它吃滿 然後 我以前露營的基地怎麼都空蕩蕩了 其實我已經把大部分都已經搬家完成了 除了剩下一些目前還搬不了的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 我後來又把我的家給擴建 成什麼樣子 其實就只有擴建而已啦 並沒有做太多的改變 所以說我們轉頭一看 變成了一個非常神奇跟奇妙的海上浮空 浮空城堡 越來越像飛碟了 那我們進去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那我有稍微修改了一下部分的內裝 但也不是很多 頂多是幻格地板吧 那我有說過就是 因為要兼顧每一個模組的發展 所以會擴充很多的圓球 那每一個圓球通常都是一個主題 在那個主題就可以發展我想要的模組啦 看到沒我把地板都換成了這個山墨地板 然後其實這個小房間就是入口大廳 也順便是我的收納空間 我所有材道的材料都放在這邊 還有一些床或休閒的地方 還有一些合成台 還有我儲存經驗的地方 再帶各位看一下其他小房間 像這個往前直走就可以到我的Tinker's Room 就是我的Tinker房間 那就是我已經把這個熔爐給搬過來了 原封不動的搬過來了 那有了專屬的房間的話會比較好管理吧 其實看起來比較好看而已吧 那往後的話我可能會再增加更多這種特殊的Drain 這樣的話我可以稍微自動化生產一些 只有這個熔爐才能做的東西 還蠻方便的 當然那個管線都可以從下面走 因為下面我都有保留一些空間 這樣的話管線從下面走上面就看不到了 然後沿著回廊這樣走 我們可以往後面 那就是Tinker's Room的正對面的話 就是我的傳送之間 那往後呢就是 等我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就可以蓋傳送門 不管是像是用電腦模組 其實就是Miscraft的傳送門 或者是靠一些其他模組的傳送方式 都會在這個房間來給它完成 當然目前的話 因為才剛開始發展沒多久嘛 第九集而已 所以還沒有辦法蓋傳送門 然後呢 沿著這個房間繼續往左邊嗎 左邊走就是我們的各式各樣的很複雜的模組 像這個就是 平常我最常用的一些機器 我就擺在這個房間裡面 那像一些Thermal Expansion的實用機器 我就擺在這邊 還有那個魔法模組的非常好用的燒爐也擺在這邊 但目前它的能量沒有連結過來 那往後我會解決這個問題 等等 還有就是 其實蓋這些圓球很花時間 一個圓球大概就要花一到兩個小時去蓋 真的很久 而且材料很花 耗費很兇 絕大部分都是消耗石磚跟玻璃 那黑色的石磚因為只有最底下那個底部的部分 跟一些裝飾而已 其實消耗蠻少的 那個玻璃消耗的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兇 所以我去挖了好幾次沙子 才有辦法完整的蓋出來 當然這個我採用這個Extra Utilities玻璃真的是蠻好看的對不對 它一種玻璃就可以給它升級成這樣這種圖案啊 或這種圖案啊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當然我現在還要繼續給它做石磚 這樣往後方便我進行擴充 然後沿著這個房間的走廊繼續走 那其實這個房間被我切成兩半 前半部分就是我說過比較常用的機器擺那邊 那這半部分就是相對比較不常用的機器 但是必要時還是會用到啦 比如說Factorization的機器啊 或者是IC2的機器啊等等等等 那後面這個地方其實還有規劃 也許是往上走或往下走 我會擺一些比較大型的機器 比如說鐵路模組啊Railcraft啊 或者是一些什麼蒸氣鍋爐的機器啊 我可能都會擺在我後面的地方 當然目前還沒有要打算發折在那邊 所以就暫時先不改房間 然後接下來往這邊走 就是我們的Thumbcraft奇數小屋 奇數房間 那其實規劃就跟以前差不多啦 中間就是我們的最大型機構 一些平常要用的研究小桌啊都擺在旁邊 那相對Thumbcraft的屋子那當然 對面的一定就是我們的Arsmetrica魔法模組的房間 當然 只有這個房間我把它改成木頭地板 那其他房間可能也會改 但是目前材料沒有很多 所以就實驗性的先把這個房間的地板換成木頭的 當然 關於魔法模組的東西一個也不缺 看一下能量滿的 有14% 那我也把那個自動能量補充裝置 給它完整不動的給它搬過來啦 那可以看到我有保留一些其他需要的魔法祭壇的位置 然後呢 我預估以後可能還會再擴充這個房間 因為魔法模組需要一些其他的設施來輔助 快晚上了 我們趕快去睡覺 因為我發現蓋這個圓球屋 哇,你看到處插滿了火把 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麻煩 因為房子太大了 不只是裡面還有外面也有很多生怪的空間 我在蓋屋子的期間就是 能睡就盡量睡 但偶爾還是會有一些奇妙的怪物生在外面 生在外面還好,生在裡面就麻煩了 如果是苦力怕的話 還要小心不要把我的辛苦蓋的家給炸掉 那好,那我大部分擴建就是長這個樣子吧 以後呢我還繼續擴建 那還有這個空起來的地方呢 其實就是那個地方是發展模組啊 工業啊或者是魔法系列嘛 那這個地方另外一邊就是來蓋我們的農場 當然我們可能要去搞很多泥土 才有辦法蓋那個浮空農場 所以目前的話 我們只能去那個之前露營的那個地方 來蓋我們的臨時農場 那其實我比較想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來搞定我們這些火把的問題啊 因為如果不早點解決的話 那個一沒有馬上睡覺就會聲音最怪 所以說呢我們這集一開始在搞農場之前 我先來趕快來弄一點關於奇數模組 我最新研究到的那個特殊的東西 反正這箱子來看一下我們這本書 啊就是我其實自己做了很多關於研究的研究筆記的研究啦 那因為這些其實靠各位自己研究就好了 如果我透露太多那個研究細節的話 會失去玩遊戲的樂趣啊 比如說 如果各位想要比較有效率的來玩這個Thuncrime模組的話呢 我建議在第一頁的一些那個研究筆記啊 先趕快把它研究起來 像是這個Research Expertist 那這個就是可以讓你在那個研究 我們去研究出來講好了 這樣比較方便一點 OK那就是我們拿一下我之前研究的一些計畫 就是半研究狀態 那這是在這個符文啊不是可以移動嗎? 那以前的話你只能移動兩個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首先你會研究到這種東西 那它可以讓你這個符文移動一次最多移動三格 1 2 3 對可以移動到三格 如果你在更進階研究到這個MASTERY 那這個研究的話就可以讓你的符文一次移動到四格 而且不只是移動普通的符文 連發光的符文都可以移動 比如說我看看我這個研究筆記有什麼符文 我們不要用這個好了 因為這研究筆記並不是很好 我們看一下空氣 這個是我看看這個一個兩個三個 可能要三個吧 我們看一下空氣 看到這個在發光嘛 那在以前的話你發光符文沒辦法移動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有這個MASTERY最高級的研究 研究能力 你就可以移動發光符文 但是只能一次移動一格 但是比以前好多對不對 那以前你要先取消到這個才可以移動它 但是雖然可以一次移動一格 但是有機率性會造成失效 什麼叫做有機率造成失效呢 比如說我現在一直給它移動 它就是會有機率造成它發光失效 你要再啟動它一次才行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右邊然後這個特殊的桌子 這個是非常好用的東西 如果你非常的欠缺研究點數的話 因為好像自從我上次拍了Thumb Christ那一集之後 就很多人問我說 我的研究點數沒了 怎麼辦 那要取得額外的研究點數 當然第一個最方便的還是靠掃描行為 掃描行為是最快也是取得最大量點數的方法 比如說我現在又掃描到一個還不錯 這個好像還沒有研究到 不錯哦 那這個除了靠掃描行為之外呢 第二個就是靠這個特殊的桌子 那這個桌子就是你做出來之後呢 你可以丟任何物質進去 比如說泥土啊、石頭啊 或者是比較高級的一些機器 你也可以丟進去 然後它就會進行分解跟自動分析 然後有機率性它會分解出一個基本的元素 就是這個primer 我們之前講過的primer的元素 它會分解出一個 然後你點它你就可以取得一個研究點數 那通常是越高級的機器或方塊 可以越容易取得研究點數 如果是越像這種越便宜的 越垃圾的東西 那它取得研究點數的機率就會比較低 然後這是第二個方法 那第三個方法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我上一集有說過我想要去魔法森林嘛 那你在魔法森林就會找到一些特殊的種子 它長得很像可可豆 就是從裡面的可可豆它就是長在樹上 然後你打掉之後呢 就可以得到一個mana beam 我來看一下它有沒有寫在這裡 就是這個mana 就是mana pod 打掉之後就可以得到這些mana beam 然後你可以直接吃掉它 吃掉它之後呢 你會有機率的得到一些特殊的狀態效果 不管是增益效果或簡易效果都有可能得到 然後呢也會有機率性得到 隨機得到一個研究點數 但是這個真的蠻貴的 不是什麽明智之舉 各位還是靠掃描比較妥當一點 就是盡量去掃描你沒有掃描過的東西 這是比較好的方法 好啦又講了一些關於研究的方法之後呢 我們來趕快做我要做的那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Arcane Lamp Arcane Lamp是來自於Thuncraft的一種特殊的燈 那這個燈呢的照射範圍非常的圓 你看它寫16格就是 以它為中心往外16格的範圍 它都可以handle的到 那它的那個照射的模式不太一樣 我先把它做出來再來解釋好了 那我們首先需要一些Nitre Nitre 那Nitre的做法呢 就是其實我們很早就知道了 只是因為那時候我們缺螢光粉 所以我來準備一下材料我們趕快來製作吧 好的那我們準備好的材料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這個Nitre要怎麽製作 它其實就是鍋斧裏面要先有三個火 三個燭光跟三個能量 然後再放上一個螢光粉就可以做出一個Nitre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木炭或者是煤炭也行 剛好有兩個火跟兩個能量 所以說假設如果要算比較好的比例的話 就是三個木炭跟六根火把 加上兩個螢光粉就可以做出兩個Nitre 這是比較好的比例 那因為本集的需求可能要做兩份雙倍的份量 所以我們就六個煤炭、十二根火把 跟四個螢光粉 希望我們能成功 那做的方法的話也其實我們都示範過嘛 要抓準那個時間 眼明手快 要偷泥帶水 所以我們先放下這個木炭 再放上火把 再放上螢光粉 四個Nitre就這樣快速的做出來了 然後我們終於做出Nitre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幹一件事情了 之前我們是用岩漿來加熱這個乾鍋嘛 但是我們現在有更好的方法就是用Nitre 所以我把這個石頭給打掉 後來我趕快把這個岩漿撈起來 好,撈起來之後 應該沒了吧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個下面放上Nitre 那它其實就是像火把一樣可以照亮一個定位範圍 那同時它也可以加熱這個乾鍋 那比岩漿好的地方就是 你放上岩漿的話可能會點燃附近木製的東西 那還蠻尷尬對不對 但是放上Nitre就不用擔心這些問題了 而且比較好看對不對 可以把岩漿拿去做比較有意義的事情 OK了之後我們有三個Nitre 我們可以做三個Arcan Lamp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合成表 它這邊有寫在Arcan Workbench 意思就是你必須要用這個特殊的魔法合成桌 才可以製作Arcan Lamp 那普通的那種合成桌是沒辦法做出來的 因為它在做這個合成的同時呢 也需要一些基本的元素來輔佐 所以說我們來製作吧 沒記錯的話呢 就是三個陽光感測器 跟三個這個Ember Block 下面放三個Nitre跟一些鐵錠 它就說它需要一些元素 可是我有沒有足夠做三個 我可能只能做兩個而已 當然這個只是先示範一下 對只能做兩個 因為這個魔杖它只能儲存25點 又晚上了 糟糕我們趕快去睡覺 剛剛說過這個魔杖會儲存一些元素點數嘛 從左上角那個有個圖案可以看得出來 當我拿這個魔杖就可以看到左上角出現一個圖案 那這個圖案的話它有六根管子 那每一根管子代表一個基礎的元素 那其實就是primer的元素 那就是最基本這邊寫primer的元素 就是那六個元素啦 然後呢 那元素取得方法有兩種 基本上是兩種 那第一種比較簡單一點的話 應該是相對來講比較簡單的話 就是殺怪 你只要你把這個魔杖放在你這個熱鍵列表 然後呢你去打怪 打怪的同時不是會掉經驗球嗎 當然是你注意看的話它還會掉一個更小的經驗球 然後呢只要你的法杖有放在你的熱鍵列表 你就可以去把那經驗球給吸起來 然後其實那些經驗球都是元素能量 它就會自動的吸到這個魔法杖 來補充裡面的元素能量囉 那那些也不是隨機的 其實特定的怪物會掉的元素能量 好像都有固定吧 比如說你在地獄打的怪啊 大部分都是掉火系的 那你去打屋子的話 就可以打到一些水的元素能量 所以說你去多殺一點怪 也可以收集到一些元素能量 那這是比較簡單一點 如果要稍微難一點可是更有效率的話 其實就是去尋找Ornode Ornode的話我們找找看這個上面有沒有寫 它其實就是寫在這個地方 不過它沒有給圖片 那Ornode的話就是能量節點 那如果你使用這個魔法透鏡 在這個世界到處亂晃的話 應該會有機會看到一個會發光的小球 你只能靠這個透鏡才看得到 沒有透鏡的話其實你也是看得到 只是非常的不明顯 那那些能量節點都含有一些特殊的元素能量 你就可以用這個法杖去吸收 不如我們現在去找一個吧 我記得我那些Silver Tree 就是那些銀白樹上面好像有一些能量節點 看到沒 就是在我家的對面就有一顆Silver Tree 它裡面就有一個Pure的Node 那你可以看到它裡面有一些元素能量 是7個水、7個Order、7個Pertetal跟7個土 那第二個能量看起來像一個墓碑 那就是一種複合的元素能量 那複合元素能量因為它不是primer 所以你沒辦法直接這樣子吸收那個複合的元素能量 但是往後如果你繼續研究Thumbcraft 得到一些進階的研究的話 你還是有辦法吸收的 但目前你是沒辦法的 你就只能吸收其他四種的primer元素能量 那我現在就拿著法杖按右鍵就可以吸收咯 但是你要小心你 因為這個樹的能量真的很低啊 你看我已經瞬間的把水吸掉6點 那倒數第二個不穩定的能量 我也吸收掉了6點 那因為我現在好像已經研究到最高級的 Node Preceiver 那其實這個研究非常重要 那它其實就是幫助你在吸收這些能量元素時候 讓它裡面的Node那個元素始終保持一點 但是呢L要啟動這個特殊能力 你也必須要拿比較高級一點的法杖 如果像我這樣拿最初階的鐵帽木製的法杖 那這個是最初階的 你去吸收那個元素能量 還是有可能把這個Node給吸乾 比如說我剛剛吸了一次 可以看到倒數第二個那個不穩定能量已經歸零了 完全沒有任何元素能量 那就是因為我拿這個木製法杖去吸 那它就可能會把這些元素能量給吸得一乾二淨 那你看它現在跑回來 那這是好事情 因為如果你給它吸乾的話 它有機率完全不會回復 那它就是真的是枯竭 然後就沒辦法回復那個元素點數 所以你要特別小心 那如果要避免這種情況 你必須要完成兩件事 第一個是做一個高級一點的法杖 第二個就是完成這個研究 它可以保護那個Node 在你使用比較高級的法杖的時候 始終保持一點的元素能量 就不會把它吸乾的意思 所以我們現在去找一個比較好一點的Node吧 不然那個Node的能量太少了 才7點而已 之前我們家旁邊的這個神秘的黑曜石柱 它裡面的能量其實還蠻多的 多大於25 所以我可以放心給它吸 目前的話只缺那個風能量了 你看我左上角第一個就是剩下7點 那個就是風能量 看起來這個石柱是沒有風能量的 所以我們去看下一個石柱 關於空氣的能量這個也沒有 我來看一下Arcan Lamp 需不需要空氣的能量 需要耶 所以我們可能要去找空氣能量吧 還是我往後再自己找就好了 我們這已經有做出兩個Arcan Lamp 應該不用再做第三個 我們這集目的是要做農業嘛 所以我們現在就回去來佈置Arcan Lamp OK 那我們首先來到這個入口大廳 來實驗看看我們放Arcan Lamp 當然我不確定這一個燈能不能真的 Handle到所有的地方 一個圓球我不曉得能不能完全不知道 所以說我們要測試看看才知道 那我們不要放太高 放稍微低一點好了 比如說跟著玻璃齊平 因為玻璃上是不會生怪的嘛 那我們只要放在玻璃以下就行了 然後呢 再放上一個木頭 這樣會不會太低啊 應該還好吧 那我們就把Arcan Lamp放在這個上面 我們按下F7 F7 因為目前我全部插滿火把了嘛 所以我把這個火把打掉 那這Arcan Lamp 它發光的方式比較特殊一點 它不是像普通的火把啊 或者是Factorization 那個煤油的那種普通的發光方式 Arcan Lamp它是用偵測的 它會偵測一定範圍 就是它可以照亮的最大極限的範圍內 就是是否會有生怪的地方 像這些有黃色XX或紅色XX 就代表說可能會生怪的地方 當它發現這裡可能太暗了會生怪 它就會釋放一個光元素 然後到這個區域的附近 然後那光元素本身會發光 然後就會照亮那個區域啦 所以說發光的其實 我覺得應該不是Arcan Lamp 而是那些發光元素 假設等它完全發光之後呢 其實你在這個房間到處走 你應該是有機會看到那些發光元素的 而且那些發光元素是可以打掉的 就是如果你不小心把那發光元素打掉的話 你會感覺你的房間瞬間變暗了一點點 那你要再過一陣子 它那個Arcan Lamp重新釋放那個發光元素之後 你的房間才會回復正常的亮度 那所以說因為它靠這種偵測的方法 所以它發光的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它要一直偵測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特殊的發光例子 在這個房間中飄蕩 對,所以它花一點時間 才可以把這個房間給充分照亮 所以說呢 我們等它照亮的時候 我們來放上我們第二個Arcan Lamp好了 當然我比較擔心的是現在會生怪 那第二個Arcan Lamp我們放在這個房間 一樣的話我們放在這個房間的正中間好了 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嗯,OK 我們等它Arcan Lamp工作 然後呢我覺得還是先睡覺好了 等我多做一點Arcan Lamp 等我多做一點Arcan Lamp 等把所有房間 拍久一點因為 我說過我要做農業的 總不能斷尾 所以我們來準備一下材料 那因為農業的話我還是想繼續在我那個 露營的基地來搞 所以說我準備一下必要的材料 這個也要 登登登 然後呢 因為 農業的話其實我之前有做一個特殊的東西 那個呢就是這個水壺 看起來像那個焦花用的水壺 真的可以焦水耶 那它是來自於Extra Utilities模組的 我們可以怎麼看不到它的合成表啦 我們來看一下 Extra Utilities 在這邊 那這個看起來有兩種嘛 其實你能用只有第二種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 它這種不需要骨粉的是 只有在那個和平模式才能使用的 如果你不是在和平模式的話 你就沒辦法用著合成表 你就必須要加個骨粉才可以做出來 那做出來之後呢 它其實是空的那個花瓶嘛 你那個焦花瓶都要先裝點水才可以焦花 所以說一開始做出來是空的 那很簡單只要找個水 對它點下右鍵就可以裝水 然後就可以焦花啦 那在這邊這樣好乾喔 我們去一下農場來實地講解一次 好的 那我們來到了我之前蓋的小小簡易農田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這個水壺功能 那這個水壺其實就是類似於骨粉效果吧 可以讓這些植物的生長速度變得更快一點點 所以說你只要對著這些植物焦花 然後可以看到 哦,馬上這些植物就有反應囉 它們生長速度就會變得比較快 其實就跟灑骨粉是差不多道理啊 那 雖然說灑骨粉會更快 但是因為你灑骨粉就是消耗掉骨粉啦 但是這個水壺呢 你只要給它一個骨粉來進行合成 跟那個裝一桶水 那你就可以幾乎是無限制的給它這樣子焦啊焦啊焦啊 然後這些植物就會生長得非常快啊 所以說假設你有充分的閒情抑制的話呢 你就可以花上一整天時間在這邊焦花 然後你就有一大堆的農作物啦 那這個水壺它的功用其實比骨粉更加強大 因為它不只是對這些普洪植物有用 我試過甚至好像對地獄疙瘩也有用耶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來試試看吧 這時候我們放上這個地獄疙瘩 跟這個靈魂沙 那一般來講的話呢 灑骨粉 你是骨粉是無法灑上去的 完全沒有用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用這個水壺給它焦花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的生長速度也變快了 所以說呢 其實這個水壺的功用比你想像中還要更強大許多 所以說呢你可以充分的利用它來取代那個 你手動灑骨粉的效果 當然因為它這個都是全手工的 就是你沒辦法自動化這樣子焦花 所以說呢 你如果就是說過你有閒情抑制的話 你就可以花上一整天時間在這邊焦花 但是我們沒有那麼多的美國時間在這邊慢慢焦花 因為我們要趕快來玩這些模組生存嘛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這個焦花是適合初期 你想要趕快取得一些食物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東西 然後呢這些應該 Anderly應該沒辦法用吧 我猜啦 因為這些中介珍珠的種子 哦 對它其實這個就是灑骨粉效果 所以也是可以長一些草啊花出來的 那這個中介珍珠的種子 我猜應該是沒有用 因為它本身生長速度就很慢了 那上一集我有說過我去一些地牢箱子 找到了這個Anderly 它非常難找 然後也非常難種 你如果給它種在這些普通的方塊上面的話呢 它可能會花上30天的遊戲時間去生長 對,30天的遊戲時間 那一天遊戲時間是20分鐘嘛 所以就20乘以30這樣子 哎喲 我剛剛看到它好像變大了一點點耶 不知道是不是我灑這個水的效果 那除了種在普通的方塊上 如果你要加速它生長的話 你可以種在中介石上面 就是Anderstone 那Ander 你種在那個中介石上面的話呢 它的生長速度就會提快變成7個遊戲天 那就是剛剛說30天的遊戲時間嘛 那現在就變成7天的遊戲時間 速度變快一點點 但還是很久啊 所以說 因為我目前還沒有取得那個中介石啊 那我知道有一個模組叫做Magic Bee 它會在這個世界上生成一些特殊的蜂巢 而那些特殊蜂巢的旁邊呢 就會生成一些螢光石啊 或者是中介石啊 所以說你有機會在主世界Overworld 就取得螢光石跟中介石 但是我去查了一些資料 這些特殊的蜂巢呢 只有在那個山地 就是什麼那個Extremium Hill 或者是Mountain 或者是魔法生態域 就是魔法森林生態域 才會生成那種特殊的那個蜂巢 那我家附近完全沒有任何的Mountain 或者是魔法森林生態域 所以說就不要痴心妄想了 我們可以靠其他方式來取得中介石 但是呢就是如果要在主世界挖到的話 可能還有一點難度 那我不確定這個水壺對它到底有沒有用 自作多情 那除了這Ender Lily之外 應該說除了這個水壺之外 我們也可以靠其他方式來加速這些作物的生長 那它就是來自於Open Block模組的這個焦花器 那這個焦花器的製作其實也不難 所以我們把它做起來 有了一個焦花器之後 它必須要搭 應該是只能搭配它自己的Tank 所以說我們現在很快的來挖一個簡單的農場吧 那我估計兩個九乘九的應該就可以 完全符合我所需要的所做了吧 所以我們挖兩個九乘九的就行了 那差不多算一下這樣 還是過來一點好了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那就是其實跟以前那個傳統的農場很像啦 就是一個九乘九的範圍 中間一格水 那就可以做一個 就可以濕潤九乘九的土地了嘛 但是我們如果要靠這個Open Block模組的話 其實也不一定要九乘九 應該可以更大 應該是可以更大的範圍啦 那我們就簡單的在這邊放上一個Tank 一樣是那個 那個你的農場的中心放上一個Tank 然後你就是要給它水源 那我現在採用的方法其實就是用這個 哦,剛好又快晚上了耶 真糟糕 那其實我就是要用那個Punk Pipe 那我之前也有用過在那個石頭製造機 就是這個傢伙 所以說我們去睡個覺等一下來繼續 好的,那我們睡完覺了 我們趕快來製作這個Water Pump了吧 那我們要把它做出兩個水管來 木頭水管,精緻水管 然後呢就是Water Pump OK 那我說過這個Water Pump的好處呢 就是你不用做無限水源啦 一格水就可以抽水了 所以說呢 我們這樣這個Tank裡面就有水 OK,我接下來只要把這個 焦花器放在這個Tank上面 然後 它就會開始焦花了 那一樣它就是灑水柱的方式 哇 那對啦,它一樣就是灑那個谷粉的效果 它會讓一定範圍內的 不管是作物還是草地 就是有類似灑谷粉的效果 好瞬間,瞬間長出一堆雜草 所以我們趕快來把這個地給根一根 然後可以把這個圖給封起來 我不確定它的最大範圍是多少 但應該有大於9乘9才對 就跟一個,趕快跟一個9乘9的地 這樣子 1,2,3,4 雖然說可能大於9乘9啦 不過 保險起見我還是給它跟9乘9 然後呢我的鋤頭居然爆了 所以我們趕快再去做一隻鋤頭 OK,那這個灑水器呢 就是除了有谷粉的效果之外 它也有濕潤土地的效果 所以就是可以取代傳統的一格水 又有那個灑谷粉的效果 所以說應該會很讚的對不對 那除了單純的灑水可以讓作物加速生長之外 你甚至呢你還可以放上一些谷粉 那可以讓這個 就是有澆到這個水的作物生長速度更快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可以來種一下這些植物啦 但是因為如果你放進谷粉的話 它就會開始消耗谷粉啦 那我個人認為呢 其實我有試過啦 用這個花瓶澆花 那個作物生長速度會比這個澆花器還要快 所以最快的其實就是 最快的是灑谷粉 然後第二塊的是用花瓶澆花 第三塊的就是用這個澆花器搭配谷粉來澆花 那第四塊的話呢就是 再吃一等的話就是沒有放谷粉的 直接來種這些植物 所以說呢沒有關係 那些谷粉很好取得 那些谷粉其實是我從地獄啊 不是那個地獄谷刺嘛 我就是打那些谷刺的話就會掉出那個 那個類似谷頭的東西 拿去用那個pulferizer 就是thermal expansion pulferizer 磨一磨就可以磨出很多的谷粉咯 那我已經有好幾組在我家了 那這些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當你缺谷粉去地獄打就對了 然後把這些地給種一種 那我想呢就是小麥跟大麥種這些就好了 剩下我全部要來種這個棉花 因為棉花的話它可以合成為線跟羊毛 那線的話呢 羊毛好取得因為跟羊鹼就好了嘛 那線的話你可能要跟把羊毛拿去磨成線 那會稍微麻煩一點 我覺得如果能直接合成為線的話 那當然是再好不過 所以我們可以種很多很多的關於這個棉花的東西 把它打掉 所以說我們這一集呢就簡單的介紹了 關於那個焦花瓶 還有那個open block焦花器 這些比較有助於初期農業發展的東西 那我覺得最好用的還是那個花瓶 因為它連這個地獄疙瘩都可以加速生長 那至於這個有沒有加速生長的效果 目前還不確定 然後呢就是當這個Ander Lily 長到一定的程度大小之後 你站在它上面就會扣血 所以稍微小心一點 然後繼續把這個棉花給種起來 當然棉花它非常的好長 它的生長速度比一般的作物還要快許多 那我的花瓶 我的水壺 來加速它 所以你可以看到明顯這個水壺澆下去了之後 那個生長速度還要更快一點 那它這個水壺除了讓棉花加速生長之外 它也可以加速棉花 然後它結出棉花來 你這樣收掉之後 你再給它交一下 馬上又結出棉花來了 雖然速度很快 那OK 我們這集就再多花了一點時間 拍關於農業的東西 我想起來還有什麽東西沒講呢 比如說這個好了 那之前我講過這個Tinker's Construct模組 在這個世界上會生成一些特殊的Berry 跟Orberry 那這個就是我之前在村莊採回來的Orberry吧 那Orberry的話 就是礦物的Berry 它只能長在暗處 對,你有在陰暗的環境它才會長大 所以說我這兩個種在這邊 它永遠沒有機會長大了 因為這邊太亮了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Essence Berry 那這個Essence Berry簡單來講就是經驗球 那這個Test Like Creeper 你把它吃掉你就可以獲得一些經驗值啦 那這個Berry比較好一點它不用再暗處 所以說你在這個明亮的環境也是可以生長的 那它這些特殊的Orberry跟Essence Berry 所以不像普通的果實 它沒辦法變多 它就只能長一個 所以它不會再長高了 那總之你去地底下那個地洞挖礦的時候 有機會遇到這個Essence Berry 這Essence Berry好東西啊,所以盡量把它採回家吧 這樣你就一堆的經驗可以吃啊 對了,還有這個魔法模組啊 這個祭壇裡面的能量 它裡面大概存了百分之九十幾能量吧 沒有辦法去移動它 沒有辦法移動祭壇的話 你就可以靠Mana Battery 所以說我們看一下Mana Battery怎麼做 那因為上一次還沒有去地獄的關係 所以我做不出這個東西了 那既然我已經去地獄了 所以我們可以趕快來做一個Mana Battery 來幫我們這一集做收尾 好的,那我們做出了一個最重要的道具 就是這個Arcan Compound 那它可以拿去燒成那個Arcan Ash 就是魔法粉末 那我相信如果拿去給魔法燒爐燒 可能可以燒出更多吧 但是它目前沒有能量,悲劇 我們就給它燒 那至少它還是可以燒出兩個Arcan Ash 那我們做出來了 那我們就可以趕快去做出一個Mana Battery 然後說著說著又晚上了 怎麼感覺一直晚上呢 我們做出的Mana Battery之後 我們再來一根拉桿或者是紅石火把 那我有沒有紅石火把 我的箱子好像擺在那邊 我睡個覺明天繼續 那除了這個Mana Battery跟一個拉桿 就是紅石訊號之外 我相信可能還要需要一個魔法板手 就是Mana Ranch 應該叫這個 應該叫Mana Ranch吧 Crystal Ranch 水晶板手 那有了這個板手之後 你就可以設定跟控制這個魔法能量的轉向 那我們把這個Mana Battery放在這個計程旁邊 夠進就好了 然後呢 再給它一個拉桿 就是給它一個紅石訊號 就是代表說 Mana Battery你現在可以接收能量了 但是它現在並沒有把那個能量給吸進來 那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指定這個Mana Battery說 你要接收哪一種能量 因為我們的魔法模組有三種能量類型 一個是普通的中性能量 第二個是光明能量 那第三個就是黑暗能量嘛 那因為這能量屬性都不一樣 所以你必須要指定這個Mana Battery吸收哪一種 所以說你只要對著能量的來源 拿著這個Crystal Ranch點一下右鍵 出現一個光柱 就代表說它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對著你的目標 能量的接收目標 點一下右鍵 設定好了就可以正確地把這個能量給轉移到這個Mana Battery裡面 那就是給它紅石訊號它才會接收能量 沒有紅石訊號的話它就不會接收能量了 那我忘記拿另外一個法杖 另外一個法杖可以看一下裡面能量的接收度 當然目前這個你沒有法杖點右鍵 可以看這個Mana Battery的能量狀態 那我記得應該可以存個幾十萬吧 幾十萬能量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靠著這個Mana Battery來轉移 我們已經辛苦存起來的這些魔法能量咯 那就差這個了 等這個完成我們就正式地把我之前露營 所有的東西都搬到我們的家咯 所以說我這一集差不多也到這邊了吧 我們完成了搬家的手續 然後再加上了一些燈光 來用Arcan Lamp來照亮我們的家 再來就是來發展一些比較基礎農業 用模組來輔助我們的農業的發展 最好用的我還是比較喜歡這個水瓶、焦花瓶 再來你也可以靠Open Block的這個焦花器來進行焦花 你其實也可以保留一塊地沒有這個耕地 這樣的話它就會在這個地方去長 就是因為它有撒骨粉效果嘛 所以偶爾會長出一些花花草草出來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收集一些花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種子 應該也不錯吧 所以我們這一集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下一集我們搬家完了 我們就可以繼續地發展我們的模組了 至於要發展哪一個模組嘛 我再想想看 也許是繼續奇數跟魔法嗎 因為我們先來魔法好了 因為我們那個魔法模組只玩一半 我們只玩了前面基礎的建設 那魔法模組的精華所在就是做那個魔法書 我們還沒有做出來 所以我們下一集可以先來做一本基礎的魔法書 來輔助我們往後的生存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吧 謝謝大家